新电区驱齿里位于新电溪的中游 新电溪流经当地时 形成一个直角大转弯 形状就像是丈量的驱齿 因此有了驱齿这个地名 由于驱齿地处汉人与原住民居住地的交界 所以这里过去发生过许多汉原流血冲突事件 接着就一起来看我们的细说老地名专题报道 驱齿位于新电溪中游 属新电区管辖 以新电溪和龟山里广兴里图坛里相隔 以二龙山和粗坑里为界 另外又以康雅伦路和直坛里相接 驱齿这个地名的由来 有三种说法 其一是新电溪流经此处时 成为一个L形大转弯 形状向丈量的驱齿 因此由日本行政长官后藤新平 命名为驱齿 我们新电溪在这个地方正好转了一个 差不多近乎直角的弯 那这个弯呢很像古时候的那个木匠在做的那种弯袖 就是一种弯的尺 所以就把它叫做驱齿 而第二种说法是驱齿这个地名从清朝就有了 原有汉山市地形有关 听这边的骑老讲 他说因为这里周围的地势很高 就很像它是放在那个一个枯萝里面 一枝椒子叫做枯椒 就是谐音转过来的 那也有人一说说 从前有那个太耳族有一个驱齿翻 有这样的名词 那是不是跟那个原来的原住民 那个驱齿色的那个驱齿翻有关联 这个当然有待考证 不过说到原住民 由于驱齿这个地方 正好是位于新电进入乌来山区入口的枢纽位置 所以汉翻交战平人 清嘉庆年间 安息人张猛 刘淑叶 陈沙等人 出到驱齿拓肯时 这个看似宁静的村落便杀戮不断 最早的时候因为汉人入肯 那到这里以后呢 就跟驱齿那个就跟泰雅族的人 就严重的就开始起冲突了 驱齿当地齐老林来兴也说 过去驱齿原有一些泰雅族人的聚落 但遭到汉人入肯占领 因此导致双方征战 整个人出城这些花纳龙族 这也是花纳大的 一个人一块就是我们人们才有一个台 那五岸没有 五岸要求完才会感人台 现在在驱齿双溪口有一座名壮亭 校方就埋葬着七位遭到原住民出草的鲜民遗骸 这件惨事距今也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传说有七位汉人 一说是七个农民 另外一个说法是说七个是守护的爱勇 也有人说是七个工作完 等船 等渡船要回家的老百姓 反正有七个人当时被发现在这个地方被杀死 然后全部头都砍掉了 那因为没有人收尸 所以当地人看到了就把七个人埋葬在这个地方 而当时居民只是将七人合葬并设立石碑 后因发生了明状宫显灵 当地居民于是为七人建造一座小石庙祭祀 此后居民便将明状宫当成地方守护神 更经常有显灵的传说 有一次传说 在稻田里面有失火火灾 噼里噼里也有火光 但是等到过一段时间声音就没了 结果呢就第二天起来 稻田都是好好的 所以他们认为这七个 他们是会守护他们这里 所以现在他们把它作为这里的守护神 随着新屋路拓宽 居民有人提议将石庙改建为大庙 但进行丈量的工作人员突然肚子痛 后来得到明状宫指示 必须保留原有石庙 并于上方建造一座小庙 因此明状亭成为现今庙中庙的景况 而庙中悬挂的七个纸灯笼 也象征了七位明状宫 继继续护卫着地方安宁